重点是它的全尺寸的吉他 网友给你吓死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评测的是来自恩雅新款的Q系列 我们知道恩雅在入驻全风木吉他高端声音产现之后 第一款叫做T 英文叫Tribute 也就是致敬系列 那么他的第二款叫做Artist 也就是A系列 那么第三款就是我们这个Q 那么Q的意思有两层含义 第一是Quality 也就是质量高质量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全封的全 那么这两个Q就组成了我们今天的Q系列 它也是目前全封生产线最便宜的一款 它使用的是面单的培制 那么这一款叫做Artist Zither Harp 那么在它的官方的Q系列里面呢 总共有三个桶形 第一个呢是传统的D桶形 还有一个呢是它的N压本身的A节桶形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M小桶形 那么这个小桶形呢 它的核心参数由小显长上显尘到下显尘呢 只有600毫米 它的物理空间也比较小 因此呢这个相对和之前的全尺寸 给它来比较到要稍微的吃亏些 它不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 我们介绍的重点 是下两位 首先这个是它的AJ桶形 在我看来这好像是N压自己自主研发的一个桶形 尖缺角的配置 箱体的厚度呢也有 包括它的核心参数上显尘到下显尘呢也是650毫米 那么相对于这款AJ我们再拿起D呢 你会发现啊 传统的Jonath它的D同意性的 它显得它的腰更粗一些 无理空间更大一些 这是两个全尺寸的吉他 那么二者首先它们的面板呢都是 采用的西提卡的云山单板 背侧板呢采用的是印度玫瑰墓的盒板 那么琴琴它的内可采用的是Mahogany 桃花心木 那么琴头的贴面呢 玫瑰墓 它的纸板和它的琴桥呢 都是采用的玫瑰墓 上显尘的宽度呢 大约在43毫米左右 上下显尘呢都是采用的油精骨质 那么在我们今天评测里面的琴琴 采用的是达达里奥的EXP16的灵桶琴鞋 银孔花环Rosette采用的是宝宜墓碑 包边呢为白色的ABS 红归色的护板 那么整个琴呢 在设计方面呢有浓浓的属于 昂雅本身的韵味 比如说它的琴马的设计 它的琴头的切片的飞对称型的设计 那么这种转轴的黑色的卷线琴呢 采用的是高精准笔的21笔一尺轮 那么官方同样呢 它会提供电箱的选择 电箱的选择 电箱的使用器呢采用的是大波的加征使用器 那么最后我们就要聊聊这个Q系列它的售价 那么在全风声产线呢 我们知道之前最有名的当然是法利达 那么法利达作为它本身的最便宜的D10 也是它非常有名的型号 售价呢是相当会比较贵的 那时候我记得几乎是快 毕竟四千 那么我们Fly Music曾经和全风的生产线呢 也有合作大概在五年前 我们与法利达联名做了一款其他叫做20 型号叫做FR 统型呢叫R统型 F呢就是这Fly Music 当时定制的配置呢是全亮光 面板呢采用的是西提卡云山 背面呢是印度玫瑰母 我们的包边加了一圈母背 那个琴当时的定价是多少呢 几乎已经四千好几靠近五千的样子 所以说在我们的产品系列里面呢 最后这款产品呢会被变原化 那并不是说它不好 它的质量也是OK 它声音也是非常好的 它的品控呢是我们特别喜欢的 但是无奈它的售价有点过高 所以说一款好的产品 好的技术 拥有好的生产线 拥有好的声音 那么它的定价是否回归大众呢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通常也能够见到在汽车的行业 比如说宝马或奔驰或者是奥迪 他们在这种中低端的销售 在走量的这些型号上面 并不是说想着把自己的车价定多贵 而是尽可能的把价格压低 因为市场它的容量就这么大 你如果过于乐观高顾自己呢 你就会被市场变化 把大量的这个 属于自己的销售份额送给别人 所以这款QOE呢 最终它的领售价呢 只有2000多一点点 我个人觉得在全封的生产线 做一个2000多的面单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盖端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它的声音吧 是一位小型售价 做一个小型的声音 每个小型的声音 就像是一位小型的声音 那些人 如果不在一位小型的声音 就像是一位小型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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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